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先做一个硬广 我们这个巡游项目 在2023年的1月1号 杨丽元旦带大家去故宫游学参观 故宫就不用我多说了 600年的这个故宫 24代帝王 治乱兴衰的故事 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给大家娓娓道来 从头细说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去故宫游学 您想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报名了 好 咱们言归正传 最近一提到这个杨字 可能各位都是心里紧 菊花一紧 毕竟前段时间每个人都经历过 我也是跟家歇了俩礼拜 杨过 然后现在杨康 我看还有人管杨性的病人 叫杨 包括大家发微信 什么一打转的字 也都是那个杨的那个图标 就是能吃的那种杨 放的那种杨 咧咧叫的那个杨 那今儿咱就接着这个话茬吧 聊聊杨在中国的历史 自古一来啊 这杨就象征着吉祥的动物 当人类呢 从部落升级到国家形态以后 杨啊就有很高的地位 用来祭祀的青铜器上面呢 都有杨形状的这个文士 那最有名的国家博物啊 那四杨方尊 商代的 那就是国之重器 国宝啊 除了青铜器之外 在国家最重要的大事 那就是一般那个国之大事 在四语荣嘛 这个祭祀的过程当中 人们呢 往往会扮演洋人啊 表演洋剧 祭祀祖先和神灵 那祭祀需要的祭品呢 这个自然也少不了洋 那比如左传说啊 祭以特洋 因以少劳 那说的呢 就是这个拿洋呢 做这个祭品 中国古代最隆重的祭祀 是太劳之礼 猪牛羊三生 那然后呢 是少劳之礼 这个羊狗犬三生 那甭管是太劳少劳 这两种礼 这个祭祀用的这个牺牲 牺牲就指祭祀 就是献祭的那个动物 是吧 都有羊 那既然羊的地位这么高 那么把人比成羊呢 其实是对人的夸奖 诗经少男 有高羊一篇 高羊之皮 素色五陀 退食自公 唯以唯以 后人在解释这个 这首诗的时候啊 就写道啊 说少男之国 化文王之正 在位皆节俭正直 德如高羊也 那意思呢 就非常简单 少男国历代国王啊 节俭正直 品德呢 就跟高羊一样好 用羊来夸人 就可以想象 羊在人心目当中 是什么样的地位 那既然羊的地位这么高 羊肉自然也只有 上流社会的人 才能吃得到 是吧 春秋时期 楚国攻打宋国 宋国呢 派大将化元领兵出战 与储君列阵而对 战斗刚一打响 那化元一马当先 就带头呢 冲进了储君阵中 非常可惜啊 就他一样冲进去了 那队友们都是打酱油的 那所以他就被储君俘虏啊 失去主帅的宋军呢 就被打了大败 那这场战斗啊 刚刚打响就输了 那主要原因呢 就是化元的车夫叫杨真 那在开战的前一天晚上 化元下令杀杨 犒劳士兵 却偏偏忘记了车夫杨真 咱们讲过 这个车夫也都是贵族啊 是吧 这个车上那仨人全是贵族 所以这个杨真没有分到羊肉 就感觉到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 于是呢 才有了后来的这个报复行为啊 就是一开战 他就首先就冲过去 诚心让主帅被俘 无独有偶 战国时期啊 也出现过一碗羊汤引发的血案 中山国国军大宴群臣 煮了一大国羊汤 分为分了 给列为陈宫喝 不料呢 等到给大夫司马子期分汤的时候 没了 司马子期呢 认为这个非常没面子 那说这是国军在大庭广众之下 出他的丑 一气之下愤然出走 投奔了楚国 还巧词游说 让楚国出兵 攻打中山 中山国小利弱 倾客之间就被楚国灭国了 所以这两个故事啊 后来呢 就被总结成了两个成语 一个呢 叫杨真灿耕 一个呢 叫司马怒耕 同样啊 是在这个春秋时期 杨成为商品呢 出现在了市场上 孔子在鲁国做最高司法长官 就是司寇的时候 曾破获过奸商 招印齐羊 早上给羊喝水 增加羊的重量 欺诈买主的这种经济犯罪案件 秦汉时期呢 以放羊为主的畜牧业 也给国家呢 增添了很多税收 汉武帝的时候 牧民普世 进山放牧 几年的功夫 手上一百多只羊 就繁衍出了两千多只 他这般放羊的能耐 就引起了武帝的注意 把他引入朝廷 以郎官身份 到上林院 给皇上放羊 普世牧羊很有一套 挑选老人 或者心性温和的 为牧羊人 选择水源较远的草地方牧 按时节阴地制宜 半寺半木 用这种方式来牧羊 这样一来 就能在牧羊的时候啊 减少因为天灾人祸 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所以他当上皇家牧羊人 不到一年 上林院 牛羊无数 以己牺牲啊 就用这个 就多的是能给皇家献祭的 这种牺牲了 所以普世呢 这套养羊方法 被后人学走 就引发了养羊业的大繁荣 北魏孝文 丽元宏 千都洛阳 依托黄和刘豫 开发出了两座牧场啊 这些个牧场呢 参照这个 汉朝上林院的管理模式 按照鲜卑人的生活方式 进行革新 平时主管业务是放马啊 也放羊牛猪这些家畜 为皇家和各部门啊 各衙门提供必要的肉食储备 自此之后 后世历朝历代都把羊肉啊 当作是国宴的首选啊 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前 从小喜欢突厥文化 在东宫呢建了一顶帐篷 经常呢身着突厥服饰 在营帐里烤全羊 他这个做法啊 也后来成为太宗皇帝 废太子的理由之一 其实啊 吃羊肉不是不能接受 李世民也经常搞这个羊肉料理 但是呢 非得不用筷子用刀叉 那境外势力怎么吃 你怎么学 那大唐的脸面何在 宋朝的时候呢 羊肉啊也是主食 经常出现在这个餐桌上 人宗皇帝执政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啊 因为想吃烤羊 馋得睡不着觉 第二天清早呢 特地找来身边大臣 跟他们抱怨 昨天晚上的苦闷 大臣慎为不解 慎为九五之尊 为了一口吃食 竟然大半夜折磨自己 何必呢 人宗皇帝才说出自己的担心来 那躺因皇帝一时口腹之欲 改变御膳房休息时间 那么御膳房 岂不得每天大半夜 给自己宰羊烹羊 已被皇帝随时召唤 长此以往 难免造成奢靡之风 影响大宋皇帝的形象 所以为了国体和面子 宋仁宗就只好忍着 哪怕他真的很想吃烤羊 后来折宗皇帝登基 天子弟师吕大坊 还说 御储只用羊肉 此皆祖宗家法 所以治太平者 在他们眼里啊 正是皇上吃羊肉 才让这个天下太平 所以呢这个宋朝的时候啊 羊肉仍然还是这个 就中国人最普遍的肉食 你像宋朝宫廷啊 一天羊肉的消费量是四千斤 猪肉只有六十斤 社会上呢更是达官贵人 老百姓当然吃不上了 达官贵人还是普遍的吃羊肉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就是普遍的是吃羊肉的 因此呢 这个明朝开始 中国人的这个主要的肉食啊 才变为猪肉啊 也就是说在明朝以前 其实汉民族也是很清真的 当然了 有宋仁宗这种爱吃羊的 也有嘴上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的 那慈禧太后因为自己属羊 就规定凡是跟羊有关的 一概不能提 比如说宫里面呢 绝不能说什么养羊啊 放羊啊杀羊啊 这些字样不能说 吃羊肉的时候呢 不能叫吃羊肉啊 要说吃福肉 吃瘦肉 所以老太后这一发话 底下人就自然十分小心 生怕一不小心碰了老佛爷的逆临 京剧名家谭心培进宫啊 给C太后唱戏 这个但凡遇到和羊有关的词 全得改 这个杀猪宰羊 要改成杀猪宰牛 羊入虎口 有去无还 要改成鱼而落网 有去无还 等等等等 以上啊 说这些羊啊 咱们讲 都是达官贵人才能吃 作为平民来说 他们能吃到的羊肉 就只有两脚羊 啥就两脚羊呢 就人 说白了就人吃人 古代战争年代 经常后勤供应不上 粮草不够 如果掠夺的食物 不能解决需要的话 那就只能是掠人而食 南北朝的时候 那些被抓来冲作军粮的人 开始呢 被叫做这个 两脚羊 不同年龄段的人们 根据口感有不同的称呼 老人 叫饶把火 小孩叫贺骨烂 妇女呢 叫不羡羊 还有一首诗 闽荒 就专门写了大灾之年 人吃人的惨状 爷娘子妇 静相吞 齿霞于性 带血痕 天道于今 真大便 做事消静 出家门 最后一句 消和静 是两种猛兽 传说呢 这两种动物 会吃自己的亲妈 所以赶上大灾之年 普通老百姓 就真的不算人了 这样一看啊 羊在宫廷和民间的寓意 真的不一样 一个是能让国家海燕 和清的美味佳肴 一个是大灾之年 民众悲惨生活的缩影 所以啊 在此提醒各位观众 如果身边有羊性患者 你还真别管他们叫羊 这个寓意啊 太不吉利了 好了 关于古代的羊啊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